薄薄的饼皮却有满满的馅料 热腾腾刚出卤的披萨已送上桌 慕名而来的客人马上开动 它的披萨的那个面底 不会湿掉的那种 就是感觉很有劲 是我觉得台北市 台湾应该是最好吃的披萨 被誉为全台北市最好吃的披萨 究竟秘诀何在 原来就在这一台价值60万元 从欧洲进口的面团搅拌机 它的搅拌的方式跟那种大 它比较不会让面团的筋性提升上来 谢宜荣是台湾第一位 开出符合意大利拿破里披萨协会 严格规范的披萨店 可说是台湾拿破里手工披萨的先驱 很多很顶尖的名人都特别来吃 比方说像张宗某先生 他也来吃好几次 但是会做披萨 却不一定会做生意 谢宜荣开店好几次都没能守住 开了一年半就结束了 其实我觉得我那一只跌倒 非常收获很多 因为我在最好的 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去创业 然后跌倒 那那个受得到的挫折 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挫折 才是最好的养分 而现价的薄皮鸡腿 可是淹了24小时入味 大口咬下卡刺素脆 我们吃遍了所有的炸鸡 不管是大街小巷的 大饭店的 它的炸鸡No.1 这是他一次次研究 再一次次打钓重练 做出的理想味道 每天在店里忙进忙出 谢宜荣对料理轻力轻微 揉出一个个披萨 送进烤炉中 凭借着30多年的餐饮功力 转换厨师与老板的双重身份 摇烤出自己的美味人生 红色经文综合报导